世界卫生组织把伊波拉疫情列为国际间公共卫生紧急事件 晚间的最新消息是 世界卫生组织医学专家认为 由于疫情特殊 所以为了要治疗感染伊波拉病毒的病患 如果符合特定条件 那么使用还在实验当中的药物是符合医学道德的 虽然台湾和非洲疫区没有直接往来 不过相邻的中国和菲律宾和非洲的互动很密切 台湾疾管署在今天宣布 明天预计在桃园机场会演练疑似伊波拉旅客入境之后 后续送医的措施 伊波拉疫情在非洲拉警报 各国防堵病毒扩散 机场防疫首当其冲 一旦有患者入境 必须采取严密隔离措施 疾管署计划周三在桃园机场 演练疑似病患入境时 后续送医措施 演练的重点主要是在于病人的处理以及后送 那后送里面那就关系到 他怎么样子的保护病人 保护我们相关的人员 那同时输送的管线 输送的这个路线 不要影响到其他的旅客 减少最低的传染机会 台湾一年往返西非疫区上千人 人数不多 病毒登台风险相对低 但中国大陆与非洲往来密切 每月就有8万人次出入境 疫情输入风险大增 相对也让台湾防疫单位有所防备 我们国内的病房以及我们的医护人员 这部分我们在这之前都有经过一些的训练 那同时呢也有经过演练的病人的后送 那因此呢如果 当然是国内的发生的情形是几率不高 但是万一发生的时候 这部分的话我相信我们可以把它处理得很好 日前加拿大香港等地传出疑似病例 索性都只是虚惊一场 不过非洲当地疫情失控 全球防疫警戒持续紧绷 新唐人也在电视陈进交台湾台语报告